深夜十二點 高雄光華夜市 附近一處透天鎖 大批警力集結 找來小貨車 駕履梯 爬上二樓攻堅賭場 外頭大喊開門 但把風小弟已經嚇壞 警方惡化不說 拿出鎂膝 破壞門鎖後 大火人衝進屋內 泰市民賭客待坐椅子上 排桌上放著甜酒牌賭具和現金 另一批警察衝上賭樓 發現還有十個人 竟然冒著生命危險 爬到隔壁鐵皮屋地 想要爬下樓逃逸 我叫命啊 沒有啦 你才會殺過 你看怎麼 但萬維警力早就在樓下 守株待兔 總共逮捕四十一名賭客 起貨五萬一千元賭資 盡大膽想利用隔壁三樓 鐵皮屋跳下攀爬逃逸 這間透天鎖賭場 隱藏在光華夜市 和三合市場中的透天鎖 利用人潮當掩護躲避茶器 警方經過長期跟煎 深夜十二點夜襲假替空間 該處因為臨近夜市及菜市場 所以夜間人潮較多 讓賭客能混入其中 祝先把楓小弟賭客 被依照賭博罪和社會秩序 為護法移送法辦 只是有的賭客為了逃命 竟然從三樓屋頂攀爬逃命 簡直是拿命開玩笑 記者就不是王書宏高手的